海贼王 石锤 乌尔提 佩吉万良姐弟是最惨的凌空六子 海贼王漫画迎来了1016画的更新 从这一画我们可以看到那美的精彩表现 以及大和为了光源玉田 陆飞而再次挑战凯多 也攻不出他掌握了霸王色霸气以及缠绕等技能 但是有一个信息点或许有一些粉丝没有太多注意 那便是在1016画落败的凌空六子之一的乌尔提 同时还有尚未苏醒的佩吉万 这对姐弟两毫无疑问讲 是百兽海贼团中最惨的干部 也是凌空六子中最惨的姐弟 为什么说乌尔提 佩吉万是最惨的凌空六子 凌空六子分别是佐佐穆 福兹福 黑马利亚 德雷克 乌尔提和佩吉万又为拥有古代重组建而成的队伍 他们实力强大 如今福兹福对付圣平 佐佐穆对付弗兰奇 黑马利亚对战罗宾和布鲁克 德雷克则是倒戈路飞这边 而乌尔提和佩吉万如今已经败北 但打倒他们姐弟两个并非纳美 而是四皇之一的大妈 也是因为她 小蜘蛛才会把这对姐弟称之为 最惨的凌空六子 一 没大妈得重疮 败北的只会是奈美乌索普 众所周知 在10011话里乌尔提佩吉万两姐弟一直都在追杀奈美等三人 期间遇到了四皇大妈 但小玉的出现 让大妈从敌人变成短暂的朋友 可是佩吉万并不知道大妈此时并不会对纳美等人出手 反而会对她出手 所以在小玉面前 大妈得知了那些往事 有了出手的方向 大妈 打击德等人从来都不用 霸王色缠绕 可是面对海贼同盟的友军 她动不动就是一拳 霸王色 直接揍在佩吉万恐龙形态的脸上 这一拳可谓是山崩的裂 直接把佩吉万从10011话辅1016话都没有苏醒 甚至在宝皇的官宣下 她彻底败北 好家伙 一拳就把林空六子给秒了 这实力 这威力 大妈不愧是同盟的破坏者 你看 这就是大妈的助攻 有多强小蜘蛛就不用强掉了哈 反正佩吉万败北了 她的姐姐也逃不掉 所以在1013话 大妈更是以一招融合剂 明光炮 直接贯穿乌尔提的身体 让她体内遭到雷电的内部破坏 直接身负重伤 倒得不起 这一击足足让乌尔提躺了二话才得以恢复 但恢复的血并没有多少 可以说再受到一个冲击 她就会跟佩吉万一样 彻底的败北 因此 我们在1016话看到纳美联合宙斯施展出来的 雷婷 命中乌尔提后 直接把她给解决了 人头被纳美拿了 而伤害却几乎来自四皇大妈的攻击 你说 要不是大妈的助攻 那美能这么轻松就击败乌尔提吗 显然不可能 所以说 乌尔提 佩吉万成为最惨的凌空六子 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击败他们姐弟的人是大妈 这就是伟田的套路 也是主角光环的一面 大家看看就好 对于战利也没必要那么认真 因为从大妈出手的那一刻起 小蜘蛛明白了四皇一直在对他们手下留情 但是对别人 却是一击妙杀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哈 对此有不同意见的粉丝们也可以留脸讨论 我是小蜘蛛 一个喜欢聊聊动漫 收集手办的爱好者 喜欢就关注吧 我们下期见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